各位观众您好,我是台式记者刘忠记,现在震撼所有的工作同仁,在总统府前广场为您转播中华民国79年双十国庆大会,以及会后的各项精彩表演活动。 今天的庆祝大会将在几分钟之后,也就是上午十点整正式展开。来自全国各队的民众、青年学生以及海外侨胞代表都将以愉快的心情来参加这个盛会。 李总统邓辉先生也将亲联会场致辞,并且接受在场民众们的欢呼致敬。 现在我们看到在会场中进场的就是陆海空三军一队,以及三军乐队,国防部示范乐队,他们正由总统府的南侧进入了大会的会场。 今天在大会之后,还往年不同的就是,今年并没有庞大的游行队伍,而是安排了精神梯队的游行,以及大型运略舞蹈,还有精彩的民俗游艺活动。 那么这些表演活动呢,将会让您耳目一新。 最重要的是,展示我们复兴基地台湾,自由民主、经济繁荣、社会开放的进步实况,而也显现出三民主义在台湾地区建设的成功。 我们现在看到会场中间,也就是接收录的前方呢,是一面由士林高商的同学所组成的,所编排成的巨幅国旗。 各位来宾,亲爱的同胞们,现在距离大会典礼时间还有三分钟。 典礼将在十点整准时开始。 今天的庆祝大会是由筹备会主任委员、立法院院长梁树荣先生担任主席,李总统登辉先生将清零会场致辞。 今天在整个台北市总统府前的广场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感觉上是一个典型的秋高气爽的日子。 对于参加大会的来宾、民众以及知情的童子军陷阱人员来说,可以说都是非常适宜的。 各位来宾,亲爱的同胞们,现在通过会场上空的是空军五架AT-3型飞机。 他们以整齐的队形向大会致敬。 现在我们看到在会场的上空,通过了五架空军AT-3,也就是自制的战机。 他们喷出了五彩的烟云。 国庆大会离成之后,随即进行各项后续活动,将青年的蓬勃朝气,民间的繁荣富足及全民的团结一致,展现在海内外人士的眼前。 今天下午,在总统府前广场,有民间游艺表演。 晚间,在淡水河畔,更有兵分月幕高空焰火。 现在司仪在报告今天整个国庆活动全天的活动。 今天除了这个国庆大会之后,还有就是会后的活动,那就是全民军民联合编组,装银隆重的队伍。 并且以立体音响带动大型具有特色的表演活动,再配合着嘹亮的歌声,呈现在主席台前方以及介绍录的中央,希望能够达到大会的热烈高潮。 距离大会时间还有一分钟。 现在司仪宣布距离大会时间还有一分钟,会场现在是一片肃静。 整个大会预计要进行三十分钟。 大会是由十月庆典筹备会主任委员立法院长梁肃荣主持。 总统府前广场还有民间的游艺表演节目,晚间在淡水河畔,有每部生收五彩缤纷的高空焰火,也请住在台北市,甚至来自全省各地的民众,到时候前去观赏。 中华民国各界,庆祝79年国庆大会。 大会开始。 全体肃力。 主席就位。 奏约。 唱国歌。 阿滴 如意 无脑所纵 一剑 凭火 已尽 阿滴 知 而 多 时 为 平 全 方 俗颜 卑 协 协 协 主 义 师 主 时 情 时 勇 一心 一种 一心 一种 一心 一种 协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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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 一种 协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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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 作业 单位 行 住 墓 礼 辩护人员 托帽 行 鞠躬礼 一队 持枪 人员 行 举枪 礼 请 辩护人员 托帽 一队 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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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就座 主席复位 主席致辞 主席是由十月庆典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也就是立法院长梁素隆担任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是中华民国79年的国庆日 海内外同胞都以欢欣勿无比兴奋的心情 在全球各地热烈庆祝 纪念中华民国的诞生 79年前的今天 我父孙中山先生 领导国民革命成功 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然而国家多难 历经内忧外患 八年抗战胜利 中共趁机叛乱 窃据大陆 中央政府为延续国座 坚持民主法治 保卫民族生机 依然拨迁台湾 至今已有41年 41年来政府在复兴基地 实行三民主义 例行民主宪政 始终以反共为志业 坚守民主阵容 全国同胞多年努力 以创造政治民主 经济繁荣 人民生活富足的成果 赢得局势的赞扬 在国际间 树立成功的榜样 更是大陆 11亿同胞 希望的灯塔 亲爱的同胞们 现在苏联 东欧国家 纷纷放弃 共党一党专政 推行民主化政策 共产主义 已经破产 反共胜利 成功再往 今天海内外同胞 欢迎庆祝 伟大光辉的 国庆纪念日 我们要实诚拥护 李总统 登辉先生的领导 坚定支持 政府宪政改革 与国家 统一的自夺大略 联合世界上 爱好自由 民主的国家 共同奋斗 与中华民国 在台湾 成功的经验 完成中国统一的 历史任务 使全中国人 共享自由 民主 繁荣 富足的生活 谢谢各位 在大会主席 梁思荣先生 致辞完之后 接下来是 侨胞代表致辞 代表致辞的是 来自泰国的 黄根和先生 他是泰国中华会馆 副理事长 现在我介绍 桥炮代表 黄格和先生 黄先生是广东 梅县人 现在在泰国 中华会馆 做副理事长 同时是泰国 世界日报的 总编辑 他平日热心侨悟 热爱祖国 今天我们请他 代表桥炮 向各位致辞 主席 亲爱的祖国 军民同胞们 今天是光辉 灿烂的双十国庆 我们旅居海外 三千万侨胞 除了在全球各地 热烈举办 各项庆祝活动外 特别分别组团回来 与祖国军民同胞 在一起 共同欢庆 光辉的十月 和我们的国庆 近年来 祖国在李总统 登辉先生的 李党下 扩大实施 民主宪政 为自由 民主 均富 统一的新中国 勾画出 壮丽的蓝图 使世界各国 都为我们连续创造 经济奇迹 政治奇迹 表示肯定和赞佩 我们旅居海外 新选祖国 经常分享了这种喜悦 这种光荣 东欧各国 公产思想 其自治崩溃 和大陆民主运动 使民主运动 之蓬勃发展 以为统一中国大业 展现了 胜利 成功的征兆 山民主义的春天 必将迅速 照耀大陆 每一片河山 我们三千万华侨 一定愈加奋发 支持政府 与祖国军民同胞 并肩携手 为加速完成 统一中国大业 而奋斗到底 最后 敬祝大家身体健康 中华民国 国运苍隆 谢谢 在侨胞代表 宣读大会宣言 是由青年代表 宣读大会宣言 这是由就读中兴大学 公共行政系的 陈忠如同学代表 宣读大会宣言 现在我介绍 今年代表 陈忠如同学 他是国立中兴大学 公共行政系的 三年级的学生 平日非常热心工艺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 现在请他来代表 大会读宣言 大会主席 代表全体与会人员 恭请总统 立临大会讲话 现在大会主席 梁苏荣先生进入总统府 恭请李总统 登辉先生立临会场 和大会群众见面 国课节 庆祝79年国庆 大会宣言 亲爱的全国同胞们 今天是中华民国 79年国庆日 海内外全体中国人 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 庆祝亚洲第一个 民主共和国的诞生 79年前 国父孙中山先生 倡导国民革命 推翻地制 建立民国的目标 是要建设一个自由 民主均富的中国 半世纪以来 中华民国 凭造内乱 外患的挑战 从反帝 护法 被罚 抗日 倒堪乱 战乱 相寻 带给中国人 莫大的苦难 也使得自由 民主的幼苗 受尽摧残 所幸 中华民国政府 与人民 在台同金马 复兴基地 辛勤耕耘 致力于 三民主义的建设 自由 民主的花朵 才得以日渐 茁壮 与绽放 中国人民 也从劫难中 磨砺的更为坚强 始至 入力同心完成 中国统一的时代使命 自由世界 与共产集团的对峙 到了八零年代 已渐趋缓和 美苏两大超强 在九零年代开始 已停止冷战 双方协议裁军 削减武器 苏俄 主动展开 震惊改革 放弃对东欧的控制 进而与各资本主义 国家友好 因此 东欧各国 在去年底 纷纷放弃共产主义 改采民主制度 东德 更进一步 与西德合并 组织统一的德国 这种国际间的变化 都是受到 自由经验 与民主政治的刺激 与鼓舞 这股二十世纪以来 最巨大宏伟的民主洪流 使得整个国际关系 完全取以 多元化 自由化 与民主化 然而 亚洲的中共与北韩 仍坚持 无产阶级专政 以及继续实行 共产党一党专政 这种反自由民主 反时代潮流的做法 不仅剥夺了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 更阻碍了中国统一在自由民主大原则下 时代使命的完成 台海两岸的中国人都渴望国家统一 但绝不是统一在中共四个坚持的专政之下 而是要统一在经济自由 政治民主 社会多元的制度之中 中共的一国两制 企图将台湾定位于地方政府 并谎言不惜对台用武 仍不改其专政本职 这是台澎金马 两千万红包 海外三千万侨胞 以及大陆人民 所依致反对的 李总统登辉先生 已明白地告诉中共 统一中国的前提是 中共必须放弃四个坚持 放弃对台用武 放弃攻励台湾 这是考验中共是否具有真正 为全中国人民福祉着想的诚意 如其不然 便意味着中国统一的时机尚未成熟 中共 妄想以一国两制并吞台湾的阴谋 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大陆的希望在台湾 台湾的前途在大陆 复兴基地 集中海内外中国人的智慧与力量 期望对两岸关系现状做主动的突破 从而把自由 从而把自由 民主 繁荣 坚富地建设成过 带进大陆 加速中共政策制度的质量 以达成国家统一的目标 我们坚信 自由与民主 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谢谢 刚刚这是 就读中心大学公共行政系的 陈中如同学代表 宣读大会宣言 今天在总统府会场的中央 也就是介绍录的前段 是以台北市市林高商 京欧高商各1600位同学 编组成的巨幅 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为主导 在他们前后又编排了 中华之爱万子千红的彩色图案 这也是由12000多位同学编组而成 另外在会场四周各重要建筑物 也布置了彩饰 旗海和高空的标语 此刻全场的所有群众军民同胞正静候总统走上主席台 总统立临会场 请肃力致敬 现在 肆意宣布总统立临会场 总统立临会场 会场也已经响起了总统好的呼声 总统立临会场 这个时候国防部示范乐队演奏着总统进行曲 向总统致敬 总统也举起右手向群众挥手 总统好 在贵宾席上的所有贵宾 各界代表都起立向总统致敬 而会场四周所有群众也向总统欢呼 绍兴 各位 退宾就座 恭请总统讲话 为了主席阁下 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 各位 鬼国侨胞 各位贵宾 今天是中华民国 七十九年双述国庆 也是海内外 所有中国人最自得骄傲 与庆祝的日子 全国各界代表 海外各地侨胞 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 共同欢聚在此 举行庆祝大会 重複展现了我们精神团结 赤害归心的中心气象 也重複展现了我们历经图治 坚韧图成的飞翁成果 在过去的一年中 我们看到全世界人民 争取自有民旨的浪潮 澎湃洶湧 我们也看到 全世界共产主义国家 不是进行彻底的改造 就是面临奔贵的命运 历史已经证明 我们在三民主义的指引下 多年来 选择自由民族 繁荣金库的大道迈进 方向是择对正确的 只要复兴基地的建设 不断充实庄大 主导未来中国统一的大任 必将由于我们承担 但是要谋求未来的统一 必须先珍惜现在的成就 统一的大业 必须不为害 不兴基地的安定与安全 目前宪政改革的目标 已经确立 有待我们加速完成 政党政治的规模 已经出去 有待我们细心培养 经济结构的转型 已经正效 有待我们继续努力 务实外交的推动 已经展开 有待我们继续突破 文化教育的建设 以具基础 有待我们全面提升 尽力求精 只要我们团结 再团结 努力 再努力 最后的胜利 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亲爱的同胞们 我们一向坚持 中国只有一个 我们一向肯定 中国必将同意 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 为了我们直子出身的幸福 中国必须统一在自由 民族 政府的制度之下 这是所有中国人 共同的责任 需要由我们共同努力 来完成 有国际趋势的演变 及海峡两岸 民心的向背 是我们对福建基地的前途 充满了信心 是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崩溃 充满了信心 是我们对中国统一的未来 更充满了无比的信心 让我们许所连心 向前迈进 让我们发挥中国人的智慧 与权力与具体的成就 向世人宣告 中华民族正迈向一个 光明灿烂的新时代 敬致我们中华民国 国印参隆 敬祝各位健康愉快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李总统讲话之后 在会场响起了一片掌声 现在全体的贵宾 群众 居民同胞都起立 呼口号 现在正要呼口号 不让台湾进食 完成中国统一 完成中国统一 三明主义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万万国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向总统致敬 祝总统正宫康慨 在群众的欢呼及掌声中 会场上空 出现了 释放出了和平歌 以及五彩缤纷的气球 而总统也离开会场 整个会场 也以总统好来欢送李总统 总统在刚刚的谈话里面指出 只要我们团结再团结 努力再努力 最后的胜利 必定是属于我们 同时李总统说 中国统一必须统一在自由民主 均富的制度下 让我们新手相连 向前迈进 祝宴 整个国庆大会是在三十分钟内结束 在国庆大会结束后 接下来是突破以往传统的庞大游行队伍 是精神梯队的游行 以及各项民俗游艺活动 以及大型韵律舞的表演 另外今天在台北市还有释放焰火 而整个台北市的布置 也是以热烈新颖为原则 在总统府前建牌楼 美化行人路桥 装饰城门 搭建桥梁型的牌楼 布置巨幅的标语 设置高空气球标语 接下来即将为今天大会活动 掀起高潮节目的 有四个表演阶段 第一阶段是精神梯队游行 第二阶段是万子千红 大型韵律舞表演 由明传管理学院 富江高中 景文工商 共一千两百位同学表演 第三阶段 是新龙国小担任的百师宪瑞 空军防炮司令部的 祥师祈福 以及陆军契机处的 巨龙演技表演 第四阶段是中华之爱万人大合唱 由景美女中一千两百位 活泼可爱的同学 担任带动唱的项目 现在所有精神梯队表演的担任单位 正在重庆南路口整装待发 我们今天在总统府的上方 我们可以看到是庆祝中华民国国庆八个金色的大字 那么中央还有一幅清天白日满地红的巨幅国旗 在国旗下方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 在主席台前我们可以看到 是党政军各界的首长 其中有吴院院长 立法院长梁肃荣 另外今天在我们的主席台 贵宾礼台上还有许多外国驻华使节代表重要外宾 今年来到我国庆和双十国庆的 有18个国家共计119位首长及政府要员 其中包括了几内亚比索 国务委员会主席维拉 巴拉玛第二副总统福特等人 另外还有民意代表 民众团体代表 还有来自五大洲的侨胞代表 是紧密相细的 国家是全民的国家 政府是大家的政府 41年来 复兴基地坚强巩固 繁荣进步的事实 更坚定了对政府领导 及国家前途的信心 在待会儿马上要进行的是精神梯队的游行 整个所有的游行队伍是由北向南 从重庆南路走向司法院大厦 现在表演活动开始 首先进入画面的就是前岛里车 有两部前岛里车 他们由宝庆路和重庆南路口开始前进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两部前岛里车 上面分别乘坐了四位宪兵 穿着壁挺的制服 佩戴着闪亮的配件 而紧跟在两部前岛车后面的 就是56辆白色重型摩托车 也是由宪兵同志们驾驶 他们精神抖擞整齐画衣要通过观礼台 对于他们整齐画衣的表演 全场响起了一片掌声 首先通过主席探托是宪兵机车连 宪兵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 历年来对军纪的维护及社会治安 都有莫大的贡献 是一支训练落实的竞旅 我们看到宪兵机车连 他们刚毅蓬勃英字焕发 多彩多彩下万千的内容 展现出自由基地的精实壮大 和众王儿女的豪情壮志 紧接在宪兵机车连之后的是三军乐队 这是一支有232人组成的巨型军乐队 由海军负责编写 现在进入画面的是三军乐队 三军乐队是国家军队的代表 他们雄壮盛大的军容 整齐花衣的动作 昂扬抖擞的精神 全熟精密的操枪技巧 搭配各项变化的队形 成为全场注目的焦点 我们在现场看到许多摄影记者们 都以拿起相机按下快门 抓住他们精彩表演的那一刹那 接着是国防部示范乐队 国防部示范乐队是由现役军人组成 当国家有重要庆典的时候 他们都扮演着主导全局的角色 现在全场所有的贵宾来宾同胞们 都起立向我们青天白日 满地红的国旗致敬 我们看到在三军乐队 国防示范乐队之后 通过的是庆祝国庆的标牌 现在通过的就是由八位台北势力 南港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学生 乐仪队担任的庆祝国庆精神标语 这是由五十位政治作战学校同学 所持户的巨幅国旗 他们稳健的步伐迈进 以庄严肃穆的态度 其间并举着这幅国旗 也希望每位国人心中都有国旗 我们知道政治作战学校 是一所培养文武合一的 国军政战干部的学术 好 各位贵宾请坐下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 是台北势力建国高中学学生乐队 紧接在大国旗后面的是 一百位台北势力成功高中同学 他们所持户的国旗队 他们高举着国旗迎风飘扬 会成一片漆海 显得庄严而美丽 紧接着我们再看到 这是学生乐队 通过主席台的是 台北势力建国高中学生乐队 由一百二十位同学所组成 建国中学乐队是从民国四十二年成立 每一位学生不仅是学业优良 同时更重视团队荣誉和技巧的训练 连续获得全省竞赛优异的名次 并且应邀到美国韩国各地表演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 国父一项大型的一项 这也是由六位南港高宫的同学所持户 国父领导国民革命四十年 摆着不恼的革命精神 正告诉我们有恒为成功之本 而紧接着就是国父一项对 这是由台北势力松山高中 一百位同学所组成 七十九年前 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 就是要建立一个 以中国人为主人的民主政务 创立三民主义 就是要建立一个 以统一独立自由民主的富强的国家 学生所组成的乐仪队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 台北士林高级商业学校 三百位同学所组成的乐仪队 市民高商是历史悠久 据规范的商业职业学校 同学们不断地求新求变 融合了采齐采腔并续的创造方式 我们看到他们穿着红色镶金边的上衣 白色短裙 白色长靴 精神抖擞整齐划衣的通过处席台前 先总统奖功招势文 要坚守民主阵容 完成统一代表 市林高商在今天的表演里面 还创新地融合了采齐采腔并续的表演方式 表现出市林高商积极进取 招起彭博的精神 紧接着通过的是 先总统奖功的大型遗像 这是由南港高宫和内户高中 所持户的先总统奖功遗像队 我们知道先总统奖功忠实的信仰 和实践国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我们以三民主义成功地建设了台湾 也将为将来大陆的建设 画出新的蓝图 现在以轻快月耳的月身 走走的精神通过主席台的 是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的乐仪队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北一女中的乐仪队 全白长靴 多年来这已经是他们鲜明的标志 踏着整齐的步伐 扛着枪通过观礼台 他们今天以活泼大方的仪态 灰宏的气魄 很关心鼓舞的心情 来庆祝我们的国庆 并表达对大会的敬意 而穿插在一女中乐仪队当中的 就是完成中国统一弘扬民主宪政 建立法治社会的大型精神标语牌 这些也是由南港高宫同学所担任持户的 这些 waffle造调 Undersliga 西亿党统一位 各阶票 准央 席 墓 云 门 宓 英里中的乐队吹奏的是轻松的乐曲 但是他们的精神依然抖擞 步伐依然整齐 在一片圈天的锣鼓 鼓声中即将通过主席台前的 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古号乐队 最近士官学校古号乐队 今天共出动了226位同学所组合 是陪养国军部队的生命军 具有光红的传统 陆军士官学校的古号乐队精彩的表演吸引了全场的传统 让观众全场来宾的注目的眼光 应该是陆军人喔 在精神标语队伍之后 要进行的是一项以万子千红为主题的大型韵律舞表演 这是和历年来国庆的庞大游行队伍有很大的不同 参加表演的是明传管理学院 护江高中以及景文工商 和护江高中参加的校图一千两百位同学联合演出 现在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表演 三支表演的队伍他们从介绍路上 以台湾农村乐曲向两边散开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私立明传管理学院 私立明传管理学院今年8月1号 才由明传商专升格改制为学院 他们这支拉拉队曾经获得大专比赛的冠军 他们今天穿着的是色泽鲜明的韵律服装 配合着轻快的节奏 展现出他们年轻活泼 对未来前途充满信心的一面 好 对不 在民传商专左侧的是私立井文高中的同学 他们历年来在各种活动中 都有优异的成绩和表现 获得社会的肯定 在生活和精神教育方面 更融合了爱国家爱伦理 是一所优秀的学习场所 青春的节奏响起 像世界说声早安 青春洋溢 身材异异 为生活加把劲 笑容也十足获利 今天有个特殊意义 多盼望天天一起 你好多么熟悉 大声祝你天天年轻 青春洋溢 青春的心情满意 像世界学高年轻 大声说话勇敢示意 幸福所有秘密 幸福对了道工赢 年轻的心善解人意 让生活充满意 让生活充满创意 你有颗灵活的心 大声祝你天天年轻 祝福都点点亮起 像朋友祝福的眼睛 所有幸运就要来与 愿你时时顺心 不再有任何忧郁 关于爱情 永远顺利 让心情影响 未来 照顿豆泡火着急 大声祝你天天年轻 不管以后将如报结束 至少我们很久 我们现在看到的 在名传商专的右侧 是护江高中 他们是由上海护江大学的校友 因为纪念母校而创办 他们融合了宗教的博爱 以及教育的热忱 创校至今已经有32年 校风传卜 为社会国家 培养了很多建设行列的生理军 其实面影响 实际上出现有数多回忆 跟着你一笔坠调留格 那 鼎你要 大家 共同 震掌 空 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 极蠟 中 又 co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